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韋 這次要介紹的是魂WAVE商店限定SH MonsterAunt King Ghidorah 2019 Special Color 说来惭愧,我其实很想帮旧版那只大便肉干基多拉护航一下 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 一家国际大公司到底有多无耻 多黑心,多下流 才能先推出一只做烂的高价垃圾敷衍玩家 然后几年后才推出正式版本 让玩家既不爽又只能无奈含泪喊收 这中间厂商一定有什么技术上的限制于苦衷 让国际大公司不是不想做而是当时真的做不到 俺一切都是不得已的请大家见谅 我心中一直抱纸的这样善意的想法 但实际拆开这盒后 看着那也不过就是全身金色涂装的三头龙 我只能呜呼哀哉的下个结论 这家国际大公司就是这么的无耻 这么黑心这么下流 不是做不到而是当年真的不想做 可悲可叹,真的把粉丝都当塑胶 传奇基多拉内容物包含本体与大翅膀一对 支撑身体与翅膀支架一组 进入正题前先说一个东西就是 有玩过大变色那只都知道他胯下有一个支架 这个支架是专门撑住他的一个身体核心 避免他倒下 但是这个支架本身设计的还蛮激热的 因为他全身的重量比较往前倾 所以这个支架其实还蛮容易往前整支会往前倒 所以如果你要长期摆设的话 单靠这一根支架一定是不够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找了一组这种12寸的一个通用的支架 一组大概五六十块,网路上很好买 然后这一根支架呢就顺着他的伊朗的这个头 到他的身后去 再来就可以刚好用他的这一个支架的部分 抓住他伊朗头的一个稳定性 再加上基多拉本身的支架 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个一前一后 同时把这只龙给抓稳的一个效果 这样整组就会变得比较好移动 而且也好站稳 然后他的这个支架也不会再掉,还不错 这次的两支基多拉除了涂装上的差异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差异是他的一个塑胶 金色这一支会比较软一点 大便色这支因为他的塑胶很硬 所以把玩起来手感还蛮僵硬的 然后他身上的这些尖刺摸起来也都很刺 包含像龙头的这一个部分也都很尖很刺 那金色这支的塑胶因为比较软的关系 所以他的可动比起原本大便这支好很多 然后像他龙脚的这个部分 甚至你摸起来他就是一个软软的状态 所以这支全身的关节相比于大便这一支 就的确是比较嫩Q 然后操作起来比较手感比较好 尾巴也同样 因为他的这一个关节设计的很硬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状况 你在掰他的关节的时候很容易让他的球关脱落 然后他的一个极限弯曲的可动 其实也不是很大 而金色这一板的一个可动性相比之下就一样是嫩Q很多 然后操作起来收感也比较好 也不会轻易的脱落 极限可动也更大 另一个改正点就是旧版的这个大便基多拉 他的翅膀非常的容易掉 因为他几乎是没有摩擦力的 这样子插进去没有错 可是你只要角度一不对 他整个就会脱落 等于是他这个翅膀一定要靠他的这一个部分 跟他的支架两边做一个互相支撑 才有办法跟本体做结合 如果没有了支架 这个翅膀很容易就脱落了 翅膀要设计成这种容易拆卸的结构 其实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这个翅膀实在太重了 如果这样子插进去之后 让他装稳的话 那玩家很有可能就会不用这一个支架 单纯让他这样子撑着 那长时间这样撑着呢 翅也知道对他的整个身体的结构 都是非常大的破坏 甚至很有可能导致他这一部分的关节 全部最后都会断开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才设计成 一定要强迫你架指甲 否则没有办法撑住这个翅膀的一个结构 那个设计想法是不错的 合情合理 但是对玩家来说根本就不领起那一套 所以这次金色板 他就直接设计成翅膀装上去之后就稳了 他就可以直接支撑了 甚至可以做到不用左右边支架情况之下 整只装着翅膀稳定站立的一个肩膀的松紧度 那当然翅膀可以装死是一回事 但是原本翅膀过重 然后关节可能会损坏的问题也还是存在的 所以不管这个翅膀能不能装死 反正你两边的支架都一定还是要架 虽然整部电影剧情被夫妻吵架 与弱智少女给搞烂 市场上普遍评价不高 但怪兽之王在我心中还是神骗 因为这是首次以高科技的方式把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经典皮套怪兽 打造成生动而鲜活 霸气又魄力 栩栩如生真正活着的怪兽 尤其这次的主角还是以往碍于技术限制与地心引力前置 而无法真正在荧幕中全力全开干架的King Kidola 当电影里三头龙正式从冰山中飞出 与哥吉拉在冰原上遥遥相望 配上磅礴的经典对战曲 我当时只感觉上下都湿了 在电影院里傻笑的跟个白痴一样 除了爽还是爽 但可惜的是传奇怪兽那活生生的帅却成了玩具厂商的负担 实际上迄今为止 除了固定动作的雕像外 传奇系列的怪兽只要是可动商品 不管是每日都没有厂商 真的能做到接近电影中的形象 甚至某个无耻黑心下流的公司 一直出到第二只 才把三头龙的颜色给做对 身为领导者的伊朗 头雕锐利眼神犀利 正式版的眼神 我感觉没有大便版那么灵性 但大便版是建筑在身体颜色很淡 所以眼睛比较能凸显的前提上 正式版肤色够亮 所以眼神被简化成了红黑两种颜色 没那么鲜活 但双眼对焦与杀气都到位 二郎个性比较急躁 却在三兄弟里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头左后方的脚有一根断了一截是其特征 但大便版莫名其妙 嘴巴张开后是歪的问题 正式版没有改善 而且很靠北的地方在于歪嘴 不是什么关节歪掉或者是零件跑位 而是他整个口腔的形状 他妈的就是歪的 张嘴就歪 也无法手动调整 北七道我真的很想砍了那个原型师 凯文很萌 所以嘴歪歪我勉强能这么自我安慰 但一郎二郎张个嘴就歪 你让霸气的六度空间大水怪 情何以堪 这只金色涂装也不是全身都一样配色 它还是有基本的阴影与深浅交替 像这只在脖子与腹部的涂装 就有用漸层的方式朝中间变淡 呈现出生物皮肤的纹理 这点是很不错的设计 而且因为材质比较软 所以这只脖子后面的鳞片没那么尖了 把玩比较方便 身体是延续脖子的涂装 所以在胸口也能看到渐层变淡的金色 但整体来说这只的金色虽然没有到真的很金 但却是涂装完整 表面平顺 看起来很舒服的金色 整只也看不到明显的涂装瑕疵 尤其有肝不粘手 这点也算是厂商最后的诚意了 基多拉不管是哪个版本 双腿基本都是装饰品 而传奇版因为不需要里面塞个人了 所以腿被缩得更小更没特色 甚至让人怀疑凭这两条细细的腿 要怎么撑住整个身体不合理的地步 但这样的设计就苦了玩具厂商 因为这双腿是真的撑不住身体重量跟翅膀 靠支架也不够的地步 所以让这只产生翅膀太重 双腿又无力 整只别说是把玩 想摆进柜子里展示都麻烦的固有缺陷 尾巴除了上色稳定之外 改善了球关容易掉的问题 而且可动的弯折角度更大 可惜长度不够 电影里的尾巴是可以伸到跟头一样高的 但那代表尾巴的长度 最起码要比画面中再长一倍才有可能办得到 当然这样做成本会变高也更占空间 本质的重头戏 整片超过35公分的翅膀 虽然跟大便板是同一个模子 而且同样没有可动关节 就是个纯装饰 但搭上了正确的涂装后 总算给人 这才是我心中基多拉的感觉了 有人说大便板翅膀有阴影涂装 但正式版没有 如果正式版又有黑色阴影就完美了 这点我是持疑问立场 因为大便板的阴影涂装 也只有身体一点跟翅膀骨架 而非全身 当时的效果就不是很好 而现在如果在全身金色的身上 再加上黑色阴影 一定会把亮度给拉低 而且我觉得不一定会好看 所以现在这样全身亮亮的反而才是保险的做法 而翅膀也不是铁热式喷一喷就交拆 在骨架的部分还是有金色深浅的建成效果做出阴影 尾端爪子的部分也有淡化成金银色交织 所以涂装是有下垢功夫的不会过于单调 另外就是虽然翅膀的涂装漆面很厚实 小摩擦不容易掉漆 但摔到剧烈摩擦不管是涂装 还是边角的爪子都一定会受伤 所以在搬动的时候一定要额外注意两片翅膀的稳定性 支架的部分有专题说明 所以这边简单带过 反正跟大便板是一样的配置 比较的部分 其实我给旧版评价第一的地方在于过松的结构 涂装把它当成仿真路线其实也说得过去 但跟真正的King比起来就不用说了 大便板一边玩下去吧 而且万代你搞这种飞机可以不要挑体积这么大的商品吗 你告诉我谁家里挤了下两只这么大的龙 现在是空间比前还宝贵的时代知道吗 混蛋 而细节的部分 正式版因为材质比较软 所以成型的时候边边角角锐利的部分 没有大便板这么尖 所以虽然是同样模子 但看起来不太一样 而且锐利感跟煞气度来说 大便板的龙头反而还比较凶 但除了龙头外其他不用说 越比只会越心酸 而且大便板翅膀阴影还只涂了正面背面放掉了 这拍咪啊当年到底是怎么过省出货的 当年还没这么气 现在有比较对象的越看越不爽 干 最后是传奇三部曲的总整理 2014出了我认为至今为止最流氓的射线割老 可惜一直没等到木头姐弟的SHM版 2019万代就尝到甜头了 所以光哥吉拉就出了一狗票 但其实没一只稳的 最关键的红莲还变成了色差垃圾 还有肉干拉盾 完全不像的魔姐姐 以及大便三头龙 这些最后都反映在了口碑与价格上 至于金刚哥 万年魔的哥吉拉不提 金刚算是中规中矩 机械哥之前有评论过了 总之以概观论定来说 真的好的其实没几只 靠的都是粉丝又爱发电 接下来进入可动的介绍 首先看他的头部 每一截他都是一个球关可动 所以他的一个灵活度是相当优秀的 而且三截的可动都是一样的设计 再加上金色板呢 他有强化过一个关节的软度 所以他的一个灵活度又更高 所以你要把三只自己打结 其实还真的有可能做得到 包含龙头本身的左右转 然后左右看这些可以拿来卖萌的一个角度都办得到 再来就是牙齿可以打开 但是这只基多拉有个固有的毛病 就是他的嘴巴打开一定是歪的 他因为这是他的结构本身设计就是歪的 所以打开也是歪的 你也没有用有效的方法 可以把他嘴巴调整的方法 身体的部分没有可动 那就只有腿的部分 腿的部分这边就是一个球关 所以可以左右上下的微旋转 然后膝盖这一个也是球关可动 小腿这一节也是关节 再来就是脚掌也是球关 那这个腿的可动性 基本上就是用来辅助站利用的 接地性还不错 尾巴也同样每一节都是可动的 而且因为比较软的关系 所以可动跟他的一个关节的保持性 比旧版那只还好 然后他的尾巴是可以整个往外开 变成直接摆在他身体旁边的 所以这一只的尾巴不会那么占空间 这点还不错 肩膀的可动性就是两个球关 这边一个再来根部的部分一个 所以接上翅膀之后就分成前后拍打跟上下的一个可动性 撑住翅膀的支架可以借着更换他的中轴的方式来呈现不同的高度 所以平常翅膀往下垂到底的一个基本形态的时候 就可以用比较短的这一个支架来支撑 那如果要重现基多拉在剧中第一次登场 他整个翅膀是往上抬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可以改用第二组支架长柄的来支撑 结论 其实这只我真心不爽的点在于 大便版当初正值电影热潮 不管是跟风还是真心喜欢怪兽的基本都会满 而这支金色版是更上层楼的正式版 同样粉丝也是只能捏着懒趴硬充 花钱是小 但很多键盘玩家这时候就开始说风凉话了 当年那支看了就很烂 白痴才会买 明知道万代坑你干嘛还买第二支 甚至开个大绝 就是有你这种人 所以万代商品做的再烂都会有人买单 嘴上喊烂开单的时候身体还不是很老实 成 各种时空背景不同的说法 你一次站起而且我还无法回嘴 花钱占空间还要被嫌弃 老子他妈何苦来摘 说穿了就是这家无耻黑心下流国际大气的混蛋 祝各位新年快乐 但万代去吃屎 以上就是本次SHM哥吉拉怪兽之王王者基多拉 Special Color的介绍 详细的图文说明请点击下方的图文网址 那喜欢阿姆维登章 请记得订阅阿姆维登局部 阿姆维登局部 我们下一篇文章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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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